我一个具体的对象 那么第三个方面 可能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各位请教和分享的一个主题 就是用精神人文主义的视角 来分析西王母和诸圣母的神话叙事和信仰事件的问题 所以待会后面会展开 那么在首先做一个解题的话 这个题目其实是我博士论文 西王母与圣母的神话元叙事和信仰事件研究的一个内容的展开 或者是一个缩减版 因为内容比较多 可能我今天跟大家讲的 就是重点跟大家讲的是我论文的大概的第六章 最后的一部分 但是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一部分 可能我需要前面有一些铺垫 对一些基本的情况做一个介绍 那么这个我的这个题目呢 其实为什么选这个题目 其实最早并不是做这样一个题目 最早呢它其实我的研究对象就是西王母 在这一部分问题的时候呢就选择了这个甘肃静川的这个西王母 因为甘肃静川的西王母呢它传承比较古老 另外呢我觉得目前学界的研究呢还不够充分啊 所以当时选择这样一个题目 但是后来随着我在甘肃静川的这种田野调查的深入 和文献的这种梳理的这个推进 那我发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啊 尤其是当地有很多的女神啊 包括像九天圣母啊 特别是我发现了一个一个秃女神话啊 一个神话叙事 就是下面我用那个红字标红的这个秃女神话的问题 那么这个秃女神话呢 西王母和九天圣母都共享了秃女神话的叙事结构 而都借用了这样一个叙事的结构 所以我最后就是果断的转变了我的这个研究的对象啊 就是扩大了对象 从原来研究西王母到转换的研究我们西王母和九天圣母 以及其他的圣母的这个研究上 所以随着这种研究变化研究对象的变化 那我的最初我想用的这个理论视角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是最早我是想用这个体制民俗学的理论 不是身体民俗学的理论啊 身体民俗学是美国的一个民俗学界的理论 那么是叫凯斯林扬啊 美国的一个民俗学家 他在1989年的时候 他提出的在美国民俗学会的会议上 提出了身体民俗啊 Body Law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之后呢 在1995年 他出版了Body Law 这样一本书 那么这本书里面系统的 阐释了他对身体民俗的一个理解啊 那尤其他重点是对身体的民俗和知识 进行一个研究 特别关注身体是如何参与啊 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建构啊 那么对于这个美国民俗美国民俗学这种新的进展 国内的学者我们北京美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慕老师 他把这个美国的身体民俗学的一些理论啊 这个引进或介绍到我们国内 那么他指出啊 那身体民俗 其实这样一个研究的转向 他在美国的这个民俗学界 不仅仅是源于学科内部的理论的发展 和就是一部分学者的兴趣转向 事实上他是很多西方的整个人文社科的 这个一个一个共同的一个转向 就是说身体民俗的这样一个概念的创造 他不仅折射出了80年代初啊 整个西方学术界的话语理论范式的一个转向 那么而且体现出当代社会 特别是西方发达社会 他所正在经历的这种身体感觉和实践方式的一种重大变迁 这是彭慕教授 他对这个身体民俗学这样一个判断 那其实这个我在五六年前 也写过一篇有关这个身体民俗学的一篇文章 是研究这个北京旁边这个庙峰山 庙峰山庙会的一些身体和心灵的问题 那我其实一直在思考 就是我的研究对象 用这个身体民俗学这个这样的一个面向 身体的这样一个面向 是不是可以从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儒书道传统中间 或者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理论中间来去找 所以说我就把目光转向了我们的这个哲学领域 因为在北大当时也是经常听哲学系的课 航天课 所以就后来接触到这个杜老师关于体制的概念的讨论 包括精神人文主义的一些理论体系 所以说这是一个 这大概是我的一个就是当时博士论文的一个过程 当时先是想用身体民俗学的理论来做 后来选择了就是体制 体制的视角 体制的视角 还有这个精神人文主义的这种视角 那么关于 所以对这个体制和精神人文主义 还是有必要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因为就是大家未必那么熟悉 也便于后面我在进行分析的时候 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那么这个概念首先是1985年 杜文明教授他首先提出来 那么他是从孔孟传统和张仔 这个王阳明的思想资源中间 重新梳理了我们儒家传统的这一个概念 那么同时他也是在这个中西文明的对话的视野中间 来思考体制路径对于中国当代文化的这个意义 所以说这个在他提出之后 其实杜文明先生杜文明教授 他在他的这个不同的场合 在不同的这个文章中间多次有论述论体制 那么在杜文明文集的第五卷 他有一专章就是收集了杜文明教授1985年以来 对于体制的论述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专门来寄来去读 那么杜文明教授对体制是怎么界定的呢 他认为凡是真有实感的内在经验都与体制有关 比如说这个体验体会体制体察体认体究体证 这些都是体制的这个面向 那么杜先生他觉得应该用脑力心灵和身体 来一起思考体制 那这不仅是这个宗教学伦理学和宗教学的这种共识 他也是我们生活世界中 人类日常之间不可或缺的一个经验 那我觉得这种这个体制的这种概念的界定 他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思想的这个理论 那么尤其是他这种体制的概念和西方的哲学 它不一样 它其实超越了西方的认识论的结构 因为这体制里面自身包含了这种知识论 或者是这个实践论 哲学论 这个理性思考的很多面向 它包含了脑力的智能 心灵 身体的纬度 它同时在宗教体验 美学的欣赏 或者是道德实践 包括理性认知层面 它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这种体制的概念其实和西方确实是西方的这个哲学的概念确实是不一样的 也是我们中国传统哲学在杜维明先生这个地方的一个新的惩发 我觉得对我是非常有启发的 因此我的这个论文就是觉得就是想民众 民众他们是如何体制这种地方的文化传统 比如说他如何来体制一个神 以及这些这个在具体的神话的这种信仰的实践里面 如何去去去去体制他 那这是我考虑的一个面向 那我觉得将我们体制的概念 体制的概念和路径引入到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学科研究里面 是我自己的一个一个一个尝试吧 就是我觉得这种尝试到底是不是合适 也待会请大家批评指正 吴老师您那边信号有 好了好了可以 有一些卡 我换一个那个这个 现在可以吗 现在还是有一点延迟 但是能听见了 那怎么 我前面调是 要不我 要不我我用用我自己的热点 或许更好一点 所以您可以试一下用手机热点 我我我用用一下什么热点 试一下 在吴老师调整就是这个网络的同时 正好也跟大家说一下 吴老师讲完之后 我们会请程老师做评议 然后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提问回答的时间 那么 大家在听讲座的过程中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 用用这个聊天的系统 就私信发给我 然后 我会把它整理一下 然后用在讨论的环节 好 现在可以吗 现在可以吗 我看现在信号法似乎好多了 刚才是两个嗝 对现在已经是很顺畅了 好 非常抱歉 按道理 新疆的信号应该是挺好的 就是石盒子 它是最早有四季的 这个不知道今天 希望后面 后面应该会好一些 刚才讲到 我把这个体制的概念和路径 引融到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里面 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尝试 到底是否合适 也请包括陈老师 各位同仁去批评指正 那我是觉得这样一个理念 这样一个视角 或许能够更加符合我们传统的 因为毕竟我们的研究民俗学 民间文学 它就更符合 更是我们中国独特的 一些文化传统内容 那么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这种思想资源 或许能够更加接地气的 更加深刻的来去接受 我们民俗学的事项的一些内涵 包括它的这个现代性的 一些转化的问题 那么更好的去体制 我们中国民俗学和中国民间文学的 这种传统的精神 那如果说这个体制是必要的 就是说而且是可能的 那我们具体如何来体制 体制哪些内容 这我觉得就是可能摆在面前的 一个基本的话题和内容 那我觉得首先特别重要的是 就是应该是了解 就是我们在无论是在田野 还是在我们的研究的这个过程中间 要看民众 他是如何体制 自己的文化 或自己的这种信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另外就是体制 这个有关西王母和圣母的 这种神话叙事和信仰时间的时候 那这个具体的面向 就是让我就想到了 联系到了这个杜文明教授 精神人文主义的天地群体的 这样一个面向 那么精神人文主义 这样的一个内容 确实给我的这个论文 很大的一个启发 那么这个地方还是要 对这个精神人文主义 作为一个具体的这个阐释 那么精神人文主义 是应该说 是杜文明教授 近几十年来 把他一个系统的 一个理论的思考 那么他是这样来界定的 说作为一个包容的 而综合的人文主义 那么精神人文主义 一共分为四个分割的侧面 第一是个人 是指个人的身体 心灵 这个心知灵觉 神明的融会贯通 第二个是个人与他者 与社群之间的健康互动 这个社群包含家庭 邻里 社区 城市 国家 世界 乃至更大的宇宙 那么第三个是自然的面向 就是人类和自然世界的 一种持久的和谐 最后杜文明先生觉得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 就是天道的面向 那么就是人心和天道的 一个相辅相成 杜文明教授认为 我们一般在思考 这个人文主义的时候 只考虑个人社群和自然的面向 而可能会忽略 这个天道的面向 但是其实真正的精神人文主义 或者是杜文明教授 他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人文主义 是非常重视这个人和天道的这种 合一的 就是天人合一 这种天道的这个面向 那么 这种这个杜文明教授 他长期从事这个儒家哲学的研究 而且把它放在一个全球的这个文明对话 视野里面来思考 所以说 秦来教授在杜文明教授的这个巴斯队大授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总结 有一个概括 认为杜文明教授他通过 与世界各地各大精神传统和地方文化的对话 建立起了一种包含 个人社群自然天道 视为的新体系 以表达新的人文精神 来体现儒学作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 那么他在这一方向的探索 最终凝结为一个特定的体系 在其后期把这一体系的命名为 精神性人文主义 也叫精神人文主义 那么这一精神人文主义的儒学 不是对古典儒学的复制 这是陈来教授他特别强调这一点 就是他不是对古典儒学的复制 也不是对当代新儒家的一个简单的延伸 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想到 就是学界对有一些 有一些新儒家的一些讨论和批评 但这个地方其实 我觉得陈来教授说的非常的 总结的非常的经典和深刻 那他是以儒学为基础的 同时又是对全球性地方知识的一种建构 那么陈来教授认为 这是杜先生他做儒家哲学的一个道路 那么具体对我而言的话 那么这样一种精神人文主义的四个面向 是不是符合 而是不是能够用在我们的民间文学 或者是民间文化的研究中间 那么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 或许会有一些质疑 有他的合法性问题 那么我们一般理解 这个精神人文主义似乎是一个 知识精英的一个立场 或者知识精英的一个传统 那么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用于我们的民间文化 这种小传统的这种研究和分析 因为这似乎是一个 用一个大传统的一个视角 来分析小传统 那其实我觉得 有以下三个回应 第一我觉得这个精神人文主义 他对思考民间文化传统 其实具有天然的一个实应性 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多一名教授的这样一个精神人文主义 他其实有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学习与关怀 就是所谓学以成人 学习 就是多一名教授在这个世界哲学大会的会上 他指出我们中国的这种 这个违己之学 体制性学习的问题 就是学习和关怀 这样一个问题 另外对话和理解 特别重视这个对话的这样一个问题 对话的精神 那么这样一个特征 其实就是能够为我们分析民间文化 提供一个非常开放的这个包容的视角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回应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精神人文主义部分 他部分的消解了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对立 我这地方用了部分消解 就是可能有些地方 他还是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立场在 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 是作为人所面对的所有的问题 他是作为人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他超越了庙堂和江湖 超越了贫富贵贱的问题 所以他具有这种可能性 第三个方面 那精神人文主义 他本身于儒世道的传统 有着天然的清和度 那么他源于儒家 但同时呢 在和这个世界其他文明 特别希伯来的文明 希腊文明的对话中间 那么进行这个思考 尤其是在跟我们中国传统的 这个佛教道教 以及诸多的民间信仰的这种互建中间 建计而来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理论视角 我觉得是可以有效的去解决 一些我们民间文化传统的问题 特别是对于这种神话趋势 和信仰实践 我觉得和这个精神人文主义 有一个分析 那么第二个方面 那就是来快快的 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关于这个甘肃晋川 我的这个甘肃晋川的 我的天野调查地里边的 具体的这两个神话 两个神 一个是新王母 一个是九天圣母 包括其他的两个圣母 包括还有一个叫海龙圣母 还有一个阿呼圣母 那么他们的这种神话趋势 和信仰时间的问题 那么这一部分的这个介绍 我就因为时间关系 没法展开 我从先说西王母 再说九天圣母和其他圣母 那么介绍这两个神的时候 遵循一个原则 就是会把一些基本的这个历史文献 做一个简单的快快的梳理 之后呢 是对他的口头叙事和信仰的状况 有一个分析 按照这样的逻辑 我们先看这个西王母 先看甘肃晋川的西王母 因为关于西王母的话 我相信大家非常熟 西王母的这个研究 其实近百年来 它是中国神话研究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我们的很多的神话学家 包括历史学家 好多的学科 包括人类学 神话学 宗教学 包括美术考古方面的一些学者 在近百年来做了很多的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那么新疆天生天使馆委会 他出版了这个一套重书 叫西王母文化研究继承 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那么这套书一共分为好多卷 一共实册 包括现在论文卷的续编二也在编 我也在参与这个工作 这个论文卷的续编一 也是参与了一些工作 这个续编二可能马上 应该明年会出来 这套书的话 应该说成为目前国内 西王母研究的一个工具书 一个比如说的工具书 大家如果可以去思考 去看这套书里面很多的内容 那关于这个西王母的这种历史文献 上的记载的话有很多 最早的文献就是《山海经》 一共有四条文献记载这个西王母 后面《穆天的传》 《诸书经年》 《尔雅》 《庄子》 《荀子》 等等后面这些 都有非常丰富的记载 包括宋元之后 在不同时期做的道当里面 一些道教的经典里面 包括其他的一些类书里面 也有大量的记载 那么这套从书里面都有 大家可以参照去看 就是这套书 一共是十册 那关于甘肃靖川当地的 甘肃靖川当地的西王母的 这种文献记载 也非常的古老 应该说从汉代 唐宋元明清 都有非常清晰的记载 当然在汉代史记和汉书里面 在我看来 和甘肃靖川的西王母 应该说关系不大 史书里面有回宗的记载 汉书里面有关于西王母信仰的记载 但是那个记载 应该和甘肃靖川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当地的学者 都会把这个史记和汉书的记载 作为这个追溯甘肃西王母的 一个历史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源头 一个重要的文献 那么在当地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比较早的一个文献 就是唐代胡登写的一首诗 回宗诗 那么这首诗呢 当地学者非常重视 他认为在唐代 就是来描述 这个唐代人心目中 这个汉武帝 怎么和这个西王母 进行他们的这个神话故事 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那但是具体 我们从这个宋代的影印本里面 宋代这个回宗 有这个胡登的这个影印本里面 能够看到宋代人觉得 这个应该是 在这个汉代应该有 应该是这个汉武帝 去去这个来祭祀 然后建了庙 但这个问题都是没有办法确证 没有办法 只有这一条可能没有办法确证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 但是最重要的一条文献 对于甘肃晋川而言的话 这个文献就是我右边 给大家看的一个图 这个一个碑 这个碑的名字叫 重修为山王母宫碑 也叫俗称桃古碑 宋代的桃古碑 那么这块碑是当地 最重要的三块碑之一 在一个房子里面放着 然后这个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碑的这个里面 是保护的还不错 保护的还不错 那么这个碑的时间 是在公元1025年 那么到现在快1000年 是最重要的一个 最全文的文献 后世的历代的碑课 官方的史字 包括其他的相关文献 和这个地方的文人的 这个诗歌创作 都会引用这个桃古碑 所以西王母神话 在甘肃静川的 这个在地化和清晰化 是从宋代这个 桃古碑这一刻开始的 那在这个碑里面 有一句话 就下面我引用的这句话 则回忆中有王母之庙 非不惊也 这是最前面的一句话 后面他描述了 什么周末王 这个汉武帝 和西王母的唱和的 一些神话传说 那在后面再开始说 宋代修这个庙这个庙 从这个桃古 他的这个叙述的逻辑里面 似乎他是想说 这个回山 回中 静川这个地方 有王母庙 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那他就说了 你看这个周末王 和这个汉武帝 都曾经在静川这个地方 和西王母 这个有这个唱和 那但是 这个逻辑 恰恰反映了 当时桃古 他当时 写这个碑的时候 他没有更确证的 更加这个 非常更加经典的 或者更加 严整的材料来证实 所以说 他这一块 飞不经 他是用的传说 神话传说来 来说这个事 但总之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宋代 他已经有这个 已经有这个王母庙 这是有这个信仰 这是确定无疑的 那么在元代 有一个碑 是固形 固形的重修 新王母宫碑 这个也不展开 那就是右边这块碑 这个碑呢 其实已经字 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当地有水泥 搞上去 只有零星的 能看过几个字 那这个碑呢 是一个 是一个 偶然的机会 当地发现的 那么 我参考了 在博士论文 这个写作的时候 这个 搜集到了这个张伟的 1940年 这个民国时期 张伟的 农佑金书路里面 刚好 他录了这块碑 当时张伟在1940年 他看到的这个碑 也是残求不前 也是看不清楚 只是 能够比现在 这多一点 那这里边有一个信息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放到地方来 就是秦隆 教媒提点 洞阳真人 这里边有 有这样一个叙述 就这里边 修 当时修这个 希望母宫的时候 他是请示了 这个洞阳真人的 这个洞阳真人 是当时的这个 省一级的 省一级的 这个道教的负责人 所以地位非常高 所以他的修这个庙 是取得了 地方政府的一个支持 那么另外 这条就是 当时元代 因为他的这个 道教的影响 其实一直影响到新疆 包括现在新疆的 伊犁地方 都还有一个道教的遗存 那么刚好 这个甘肃 晋川是 道教从向西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通道 因为在甘肃有两条路 一条是北路 一条是南路 北路这一条的话 就是在路过晋川 路过晋川 所以修王母宫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道教西北 进行这个流布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明代的这个 有一个碑客 就是叫王母宫叛逃大会 他这里边 大家看一下还是那块碑 那块碑的这个碑面 就是这个王母宫的叛逃大会 这里边内容就很简单 就是记述了这个农运的3月17 这个有这样一个叛逃大会 描述了明代有一个叛逃大会的这种情况 另外明代还有一块碑 叫彭泽碑 就是重修西王母宫祭 这个碑是保存的非常好 就在这个工墙上 现在看字能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这个碑里边 这个反映了当时 就是官员修这个庙的时候 修这个重修的时候 他的一些心态和民众 这个去记得心态会 发现会非常不对 有一些蛛丝马迹 不太一样 那碑里边还有一个细节提到 就是说一时中藩函亡 亦乐是著 其中其事 这个函亡 这个中藩 因为在明代的时候 这个封了很多藩王 那么藩王这个函亡 就是受封在这个平亮地区 第一代是朱松 这里边这个碑文 彭泽碑里边的这个函亡 应该是根据我的考证 应该是延续受封的这个 朱续钱 那么他这个 他是对重修西王母这件事 是非常支持的 因为这个有藩王的支持 大家可以想 他这个 包括无论是公冠 还是他相关的仪式信仰 应该是会非常的 能够修得非常好 所以他的这件事 重修这件事 就变得更加严肃和隆重 因为受到了藩王的支持 这是一个细节 那么清代的有两个文献 一个是重汽水会碑制 这个就这边旁边这个 相对而言也是比较清晰 也是两个地方虽然有身会 还保存的还比较好 那么描述的是清代道光年间 西王母庙会的一个情况 和今天的庙会大概不太一样 就是虽然有相似不一样 但另外一个从背文中间 我们也能看到 就是没有办法判断 当时这个叫水会 就是因为主要是起雨 这个起到这个下雨水会水射 然后他并不是 看不出来是以这个 在西王母公为核心的 这个仪式情节 但现在也不能完全 否定这一点 至少在这个文献里面 似乎看不出来 另外清代还有一个文献 还有一个文献 就是供城善果册 这个保存的非常好 然后这里边有几个细节 首先第一点就是 这里边一开头 这个善果册里面有一个序 这个序里边就说 我们回中山这个摇池相传是 周牧王和汉武帝相会 这个新王母的地方 这是现在当地政府和学者 进行神话的景区的建设 包括文化达到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他们都是看这个来看 来去说事 另外还有一个言之道道的 说山之巅 就是我刚才看那个 待会有一个图 那个山之巅 有王母宫 建自西汉原封年间 西汉原封年间 那么这样一个描述 是当地学者去把这个 我们的这个庙会 或者是信仰 向追溯到西汉的一个 最权威的文献 这个我也 就是部分同意 但不完全同意 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在之前的明代元代 宋代唐代 之前所有的文献里边 从来没有见过这个 说王母宫 是建自西汉原封年年 那最早的文献 最早能够建到哪 最早的文献就是 康熙年间 陈门雷在编这个类书 这个古今突出基层的时候 在脂肪点平良腹部里边 有这么一句话 说王母西真宫在回山 汉原封原年间 宋学士陶古转文 原济重修有碑 那么这一句话 同样在这个 苏库全书的甘肃通字里边 然后能够找到 就说就不同 就是有两个字不一样 就最后原济重修有碑 最后那两个字 没有这两个字 那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苏库全书肯定是 原封不动的抄了 这个陈门雷的 这个古书突出基层 来去 但陈门雷是抄谁的 这个目前 这个找不到可靠的文献 至少反正有这么一说 为什么清代才出现 这样一说 所以这也是我存疑的地方 这也是当地 他这个 把他追溯的那么久远的 一个主要的这个依据 好这个西王母 当地的西王母的 这个文献记载 就快快的给大家 这么一过 内容其实都很丰富 我就没办法展开 另外一个口头传统 就是分为几个方面 内容从内容上说的话 大概是三方面的内容 就是一是西王母和周穆王 和汉武帝相会的一些神话 叙事文本 这是其一 其二是就是神话的 地方化的一些文本 就是西王母 为护佑近川的一方百姓 显神祭 治怪病 送子女 降甘霓 去灾祸 还忧愁解溃恶等等 就是西王母 他会有净川一方百姓的这种神话 地方化的文本 另外一部分文本 是我采录到的 就是一个 一个西王母的鼎神 他讲述的一个故事 就是凸女神话的故事 是借用了凸女神话的结构 这个待会我再讲 凸女神话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期 那么这些故事 大部分都收集在当地的 这个张怀群主编的 这个静川民间故事 是当时都为三套集成的 地方的本版本 献本献卷本 那么还有刘伯夫的 这个西王母故事和传说 那么这本呢比较晚 那有很多的文本是 地方的文化这个人士 一些创作的或者改编的 也有一些是收集的 那么再就是我自己的 就是我在天眼调查公司中间 我自己采取到的 一些西王母的叙事文本 这大概是我的口头的文本的材料 那么再看这个 刚才说完实情话叙事了 现在看这个信仰实践 那么西王母的信仰实践 从刚才我们历史的文献书里面 能够看到这个庙会非常久远 庙会久远复兴是在 1990年之后复兴的 因为建国之后到文革 这个这些庙都是被打掉的 都被拆了 或者是有火灾烧没了 所以之后有四个方面的 四个方面的原因 实现了这种千年庙会的复兴 一个是政府的积极主导 另外是民众的前行支持 还有学者的推动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是台湾方面的激活 首先从政府方面来讲的话 他从1990年就开始 跟台湾有交流 后来做了 94年做了第一届 甘肃静川西王母路由经贸会 就是文化大台经济唱戏的逻辑 那么当时 这个之后的几年 一直在做 在1999年的时候 开了一次学术盛会 也是可以说是上世纪末的 我们国内神话学界的一次大的聚会 就是叫静川海内外西王母民俗文化神话学术研讨会 基本上当时的国内外 包括外国的一些 国内的大部分的神话学者都到会参加了 所以这次会也是当地打造 西王母神话 西王母庙会的一个节点 后来就是在05年开始举办 海峡两岸的西王母论坛 那至今已经举办了应该是第九届了 包括后来和这个华夏母亲节放在一起来办 就是华夏母亲节应该是办了 也是第五届了 那还有政府做了两件事 一是申报了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王遗产 叫西王母俗信 就是其实就是以西王母庙会为主体申报的 这个作为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王遗产 那么这个遗产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就是当地原来的一些 所谓的我们的封建迷信不敢活动的一些 一些这个民间文化民间信仰 在这个西王母的俗信 列为国家级非物质王遗产之后 就是能够以名正言顺的名义 来开展活动来进行举办庙会 所以他们就不害怕了 因为当时我做天然调查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害怕 说这个会不会被抓起来 因为民革文革的时候确实抓了一些人 那么在这个王母公警区那边 这个后来另外一个政府做的一件事 就是建造了一个王母公警区 是一个4A级警区 其实是借用神话的资源 进行旅游警区的打造 其实这个王母公警区 它其实是新王母神话叙事和信仰实践的 一个神圣空间 这是政府方面 那么民众方面 民间的那种经理会 这个水社的涉重 包括一些信仰人士 鼎神啊 跑庙人啊 跑庙所谓跑庙人 就是说经常 这个到各大庙会上去敬神的 这个这些信众 那么这是民众 肯定是非常支持的 这个 另外就是 学者的这种研究和推动 那么这边有一个 当地的一个学会 叫净川西王母民族学会 是1999年成立的 那么成立之后可以说为当地的西王母文化的这种复兴和打造出了很多力 那最后一点我就特别重要一点 就是台湾方面的激活 就从1990年前后以来 台湾的西王母的信众和团体持续的支持这个 我们当地的这个西王母的庙宇的建设 包括包括这这个很多的这个和当地的信众进行互动 这并不是一个个案啊就是今年我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啊 叫海峡两岸西王母神话信仰研究 那么根据我的一个考察就是 1990年前后台湾的信众不仅来到了甘肃近川 而且到了新疆的天池啊 新疆的福康 这个我好多年前做过调查 这个过程都很清楚 另外还到了青海 就是说台湾的西王母信众 来大陆寻根问祖来找西王母的祖庭 到了甘肃到了新疆到了青海 都找到了地方啊 并在这三个地方 所以青海新疆和甘肃三个地方的这个 西王母的这种神话和信仰的复兴和台湾方面 有直接的关联啊 这个也不展开来说 那后面这就是这个西王母宫啊 甘肃近川的这个西王母宫 清代的时候这个这个山上有108个108间这个这个宫冠啊 呃左边是瑞河呃右边是这个这个有公有这个公路 这边是金河就是金位分明那个金 金位分明的那个金河的上游啊 两条河的这个会交汇处 这是这个呃官方打造的啊 就是我们每年的呃这个8月份啊 7月18啊7月份来办的这个活动 农年的7月18 然后他们办这个叫这个中华母亲节啊 也叫海峡两岸西王母论坛 算是一个一个节日的打道啊 打道这是官方的活动 那么这个就是在官方活动之上民众的空间啊 其实民间民间的庙会是在每年的农历的3月20啊 农历的3月20这一天 那那个农历的3月20是民众的一个狂欢的一个 一个庙会的大会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官方主办 在官方的主办的活动上依然有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是 是肖母庙会呃肖母庙会经理会的一些人 这中间这个人可能大家看不清楚啊 他其实他的嘴里面是插了一个钢叉啊 就是在在嘴这个在在塞帮子上两边插过去 不会出血啊 就当当地的一个一个叫椰子啊 这个他的这个问题 在这两个还有一个年轻的一个中年人 那他们是准备到山下取雨啊 就到三腰摇池的三腰去取取这个圣水 取圣水去求雨啊 那么这是3月20 就是这个是农历的3月20这一天 头一天农历3月19的晚上来抢头香啊 就来大家都来烧香抢头香的这种环节 那这是农历3月20那天 庙会的那一天的这个各种民宿活动啊 像这个这个是跳的叫叫这个呃 广城组的这个这个这个仙鹤舞啊 仙鹤舞啊 那么这这是台湾的啊 台湾的这个宗教的拜拜团啊 来甘肃进川来祭拜西王母 呃这中间这位是台湾的这个黄殿主啊 是台湾花莲县的一个呃 西王母的一个殿主啊 因为台湾的西王母有很多很多庙啊 有有有官方的大的庭 也有民众的这个私庭啊 私的这种 这是后来我采访了这位这位这个黄殿主啊 嗯 那么这个西王母就说那么多啊 九天圣母和其他圣母 我也快快的说一下 呃在这个 道藏和方志里边有关九天圣母的 这种这个呃非常多 因为九天圣母是谁呢 这个当地有很多很多种说法啊 有说是九天有有说是西王母的呃九女儿 有说就是西王母的三女儿 还有说就是九九天就就是西王母的一个下属啊 啊那么后来就查到底这个西王母是谁啊 九九天圣母是谁在正统道藏里边有这个多称谓啊 呃圣母先天大圣后太野援君啊 九天圣母太野援君 九天圣母啊悬河九天圣母援君啊 这个卫房元经啊九天卫房圣母 九天圣母卫房啊还有九天玄女等等这些之后 那这其实这个从这些呃正统道藏里边的这不同的称谓里边 能不能看到他从神职上来讲的话 这个卫房圣母就负责这个保护这个孕妇的啊 保护孕妇的这个或者是宋子的这个这个卫房圣母 另外这个九天玄女大家都知道是是谁 那其实当地确实民众并并不能分得很清楚啊 到底这个反正就是九天圣母啊 就是就他 但其实九天圣母到底是神的 待会这个突几神话会给出另外一个逻辑的这样 他其实是一个平凡的女子这个修炼成的一个一个一个神 这个待会再说那在方治里面 其实在方治里面关于九天圣母很多地方都有啊 尤其在甘肃非常多啊 在甘肃和陕西很多 在山西和河北也有 那么最早的在文献里面 我们在方治文献里面能看到最早的这个是在唐代 一点是唐安现在也没了 甘肃最早的甘肃晋川最早的是在明代明代的万里年间 那么九天圣母还被称为圣母啊 三在就在方治里面他被称为圣神啊三圣母啊 九天圣母太原军啊 这个焦眉圣母啊 这个华旭氏这个就这是当地的另外一个神啊 这个九天圣母神奇女子就是这个神奇女子这个就很很像现在靖川的这种 妇女神话的这个这个逻辑啊 那么在在神智范畴里面主要其实两项神职 一个是宋子啊宋子一个是降雨 这两个和民间流行的这个旗子和旗语的习书也是相配的 那么这个 他的这个神话叙事 刚才说的是道章和方治里面 关于这个九天圣母的一个违线的梳理 那么现在从神话叙事的角度就是我呃 从总结的三个三个地方的特点啊 一个是呃在靖和川就按照这个当地的这个 地方空间啊自然空间的这个内容 空间内容 那么这里边总结了三个类型的这个九天圣母神话啊 叙事一个是娘家在长五行的啊 这个九天圣母都是我一都以名词来来来这个 来命名的啊 那么另外一个是北园上就是这个他在这个 园上的一个一个 呃圣母叫本村瑜伽女行的九天圣母 九天圣母神话 还有一个二组 旧秃女行的这个九天圣母神话 那么这个神话 他的核心其实都是 共享一个叙事结构 就是一个 刚才我讲的那个秃女神话 秃女神话主要内容是讲什么呢 就讲一个简单 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故事的情节啊 就是有一个 女孩啊 秃女子啊 就秃女子什么叫秃女子 头上她是没有头发的 而且有浓窗啊 这个长得非常丑啊 这样一个秃女 她降生在了这个呃长五啊 有的说降生在长五 有的说降生在这个呃 玉都啊 有的说降生在四川 还不同的地方啊 那么静河川的娘家在长五行的这样一个呃兔女神话 她就说降生在长五 那么她的这个被从小呢 被哥哥嫂嫂抚养 那么小时候呢 因为长得丑嘛 又是秃女 然后这个就是哥哥嫂嫂也不再见她 于是呢 就让她每天出去放羊 放羊的时候呢 这个就给她任务说 你每天放羊以后要碾毛 碾这个毛线啊 她这个这个这个秃女呢 就问她嫂子啊 说说嫂子说 你给我找一个镜子 给我找一个梳子 我想这个这个用一下 她这个嫂子就说 你这个秃女 你没有头发也 这个你要什么镜子 要什么梳子呀 说你这个这个要干嘛 她说话我就要要 那她要就她嫂子给吧 就给她镜子和梳子 她晚上就这个 他哥哥嫂子就比较好奇啊 说这个怎么回事 怎么要要镜子梳子 一发现这个原来这个这个秃女 她就把这个就是 秃女嘛 就像把她就像头上有一个 有个窥眼把她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发现 这个有长发飘飘啊 长得也非常美 也非常漂亮 那一下这个 突然这个她这个秃女 也发现她哥哥嫂子看她了啊 于是她知道天机泄露了 天机被泄露了 于是第二天倒晨 她就把这个 她平时碾的那个毛线啊 放在了这个这个 她的这个这个门上 于是她就拿了这个毛线啊 毛线那个这个就开始走 就开始离家出抖 离家出抖以后就走了很多地方 一开始就是这个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这个图 就最早是在这个地方啊 长武县 马在乡 薛山九天生五庙 开始就开始到了 最早是到了这个窑店 到窑店 就是到了窑店 就是到了 甘肃静川县了 窑店静川的这个窑店 到九龙山啊 这个这个东坡的这个青龙山 那么到这个青龙山呢 到这个地方呢 她其实在 神话文本里面呢 她就说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孕妇 在生孩子 那么她就帮助这个孕妇 然后顺利的这个 这个生下了孩子 原来难产嘛 这个她 但是这个九天 突女把她顺利的 把她这个 救了这个 这个这个孩子 那么第二 到第二站 就是去了这个 静川的这个苏家河 也是这个地方救了人 因为这有条河嘛 有条河 当时有很多人过河 然后她就过不去 然后她也显神迹 于是这个地方 也就是修了一个 就是修了一个庙 也是苏家河的九天生五庙 那么到了 这个下面一个紫金坡 紫金坡 紫金坡这个地方 她认了一个干娘 认了一个娘家 她干娘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老太太和这个 也在没有孩子 然后呢 她反映要 给很多人要饭吃 要水喝也都不给 那么只有这个 这个老太太呢 这个给了她水喝 所以说当地 这个那天刚好 是大家都在晒麦子嘛 那么其他人的麦子 都被说下雨 让大家说 让她收麦子 其他人不听 只有这个老太太听了 于是她这个 其他人的麦子 都被这个 这个冲大水冲了 然后只有这个 老太太的麦都没被收 而且这个老太太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 是一个瞎子 看不见啊 在第二天走的时候呢 这个 徒女就说 你你你这个 去喝这个水 喝这个水 你就就就会好 于是她喝了水呢 这个她的干娘 这个眼睛就好了 就当时我听到这个 这个神话文本以后 就立马想到了这个 这个耶稣 再给这个 去去治 治瞎子 到这个 这个 这个问题 所以 所以这个 后来 后来就一开 就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雷玛家 又又开始 也有 也有建了庙 到碗头坪 就到地方 她洗头 洗头的地方 又变成了 这个 洗头的地方 又秀了一个 九天圣武庙 现在这个碗头坪 这个村子的来历 这个村子来历 就叫 就叫这个 就是因为 扑女在这个地方 洗过头 碗了一下头 这个地方的地名 就叫碗头坪 最后到了这个 凤凰山 就作画成仙 就成了九天圣武 成了这天圣武 这是这个扑女神话的 主要的叙事结构 那么这样的叙事结构 在这个 本村一家女 在玉兜的这个地方 玉兜的地方 然后在 这个梁河川的 这个九天圣武 叙事 叙事的这个结构 非常相似 只不过 他的地点 一些名字 发生了变化 在这个 静河川里面 这个名字叫 薛桂英 那么在北原上 他叫 鱼秋香 鱼秋香 他那个叫 鱼家沟圈 他这个名字 那个地方 都姓鱼 所以他这个 九天圣武 名字叫 鱼秋香 另外这个 二女 旧扑女型的 这个九天圣武 他出生在 四川 姓陈 和他 和这个 村子的 姓氏 也是一样的 这个 这个梁和川的 这个 曲流村 有两个姓 一个是陈姓 一个是流姓 所以他也是 和这个 都有关系的 这个地方 就说的详细点 后面 我可能就 不会展开了 这是 凤凰山的 静河川的 几个典型的庙 一个是凤凰 作画的一个庙 凤凰山 九天圣武 这个是瑶殿 青龙山的 九天圣武 大家可以 看这个庙里面 有两个典型的 和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两个龙头 龙头的 这个上面 爪子上 抓了两个人头 血淋淋的人头 非常吓人 这个庙的 这里面的 这个神圣空间 的这种设置 和他的这个 另外一个神话 就是凸女 也是凸女神话 有关系 所以他庙是建成这样 这另外一个 是长武县的 他那个 这个 长武县的 这个九天圣武 来静川 来去送那 接姑姑的 就是来凤凰山 去来接亲 因为娘家是长武 就相应来接姑姑回去 这是长武马在的 他们这个希望 这个九天圣母经理会的人 庙会的人 那么另外这个本村 瑜伽行的九天圣母 是在这个 就是说相传 他是万历三年 一位出生在 静川县玉兜镇的 瑜伽沟圈村的 这个瑜伽女子 他通过脸毛线下雨 是坐在 玉兜的这个脸子上 作画为九天圣母 这个其实那个故事文本 很多细节都一样 另外就是说这个地方 因为玉兜是非常古老 但是先有的这个 玉兜庙 后来有的 有这个镇 他现在的会长 也姓于 于拉索 是这个 是这个 于秋香的后人 就是现在的会长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 玉兜的九天圣母庙会 是当时 明清两代 它是 散干两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庙会 影响力特别大 这边有一个槐树 叫刘巴槐 600多年了 这个树 刘树和槐树在一起 600多年的一棵槐树 每年庙会期间 非常的隆重 那么另外一个 叫二祖旧秃旅行的 这个九天圣母 是在梁和川的 这个曲流村 他这个 这个故事的 这个神话的叙事的结构 也是和刚才我讲的相似 但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这里边出现了 两个新的人物 一个是 陈祖和刘祖 就是这个村子的 两个祖先 出去做生意 路上救了这个 秃女 后来呢 这个秃女 回来感谢 这个两位祖先 这两位祖先呢 就追随这个 秃女 去做了他的两位护法 最后在陕西的 宝玉山 做画 这个秃女 在那边做画 那么这个庙里面 就是说这边照片里面 因为这个图片 照得不清楚 不很清楚 别人给我照的 这个庙后面 就是九天圣母庙 然后庙里面 左边右边 是陈姓和 陈姓和流姓的 两个祖先的 这个护法 所以这个庙的 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 他其实一方面说 来祭 九天圣母 其实另外一个 意义上讲 他其实是 也是怀念 他们两个 姓氏的祖先 那么 下面就是 关于这个 希望母和 这个九天圣母 这个秃女神话 对于 秃女神话 借用和共享 就是在 对于这个 我了解的这个情况 也是我 就是后来 伙生人转向了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发现 这个秃女神话 在 希望母 九天圣母 海龙圣母 和阿姑圣母的 这个神话的 这个信仰实践里面 和神话的 这个叙事里面 都有 借用和共享 而且 这个秃女神话的 这种叙事 对 这个 这四个神的 这个信仰实践 他的庙会的时间 庙会的路径 包括 庙会的这个 这个线路 都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包括他们 庙会里面 这个庙里面 神圣空间里面的 这个一些装置 包括一些绘画 壁画的内容 都是和这个 秃女神话 是非常一致的 那么 对于这个 这些内部的人来说的话 就是对于这些神话 叙事和信仰实践的 这个信仲群体来说的话 其实是 我特别想关注 我特别想 给大家 去 去 去 关注一点 就是我刚开始说的 到底民众 他们是如何体制 这个新王母和九天圣母 或者是其他圣母的 他们体制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 就是可以说是这个 用一个方式来讲 就是这个 神话叙事的方式 和信仰实践的方式 他们来建构自我 然后与社群去发生关联 那么 首先我要说一下 信仲群体的组成 就是这个组成 包括顶神 包括这个会守 就是这个经历 庙会的会长 好庙人和家属 这里边主要是 就是相信 这个信仰母 这些这个 或者是这个 九天圣母 这些民间信仰的 这些人士 那么顶神 他一般来说 他是比较 或者是 比较热衷于 参与庙中的 一些仪式活动 而且他 具有一些特殊的 灵性通神的一些本领 这在以前 都是这个封建民信 所以说刚才说 他们 我采访他们的时候 会 他们会 会比较 比较有防备心理 那么 那么现在的话 就是我们 就是按照 这个国家的这种 非物章遗产 来去理解他 俗信 民间信仰 那其实我们并不是说 为了为他们来 来证明什么 就是其实我们 主要核心是看 这些民众 他们是如何 和通过他们的信仰实践 来安顿他们的心理 安顿他们的灵魂 安顿他们的心理 并不是说 我证明这个是真的 或者假的 这并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 这我们是一个科学的研究 神话学 它是一种科学研究 那并不是我说 我是有神论 还是怎么样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这个顶神 他会替神发声 也可以为一些人去治病 包括一些做一些活动 这我一说大家都明白 他是哪一类人 那么这些人 他们走上顶神道路的 这个原因 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 他患了一些重大的疾病 就是他自己 这个处理不了了 那他就走向了 用各种原因 走上了这个道路 他总之某一天通了神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他自己的亲属 或者自己的家庭里面 遭遇了重大的疾病 或者重要的家庭变故 使得他相信这个东西 相信神 相信神能够帮助他 那么再一个方面 就是自己的自亲 或者长辈 他是家族传承的 让他继承这个顶神的传统 这大概是顶神的三种方式 那么还有一些围绕顶神 包括有一些 那么这个顶神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妙会的会长 也有可能是其他人 他身份有可能是 是合一的 是监通的 那么这里边 我采访的大概有十几个顶神 那么比如说 他有顶玉皇大帝的 有顶西王母的 有顶九天圣母的 有一些是会长 是顶神的家属 有的是那个角子 就是在这个妙会仪式上 来担任这个护法的等等 那么他们就是 他们是如何体制这些 西王母和九天圣母 可能是我比较关注的 那么就是用 刚才也说到的这个话讲 就是他们其实是 讲这个突女神话本身 其实就是理解 他们的信仰的一种方式 或者说他们通过 讲述突女神话 这些关于神的来历 神的一些作为 神的一些神迹 来建构自己的信仰 这是这是两方面是 这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 就是这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 就是这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 就是这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